依照他家的習俗 是一定要在四月五號 當天早目的 那天是我生日 他每年都是帶我去早目 你是清明節生的 我是清明節生的 我有送他禮物啊 就那個什麼 什麼 買那個位子有買他的 他沒買 他就說他去煮東西了嘛 煮宵夜 他只會煮泡麵啊 對不對 那煮泡麵 我說那我不想吃泡麵太多 那我說那你幫我煮個 三四顆水餃就好了 他就說你自己沒有手嘛 我沒空 你當時為什麼會愛上他啊 我覺得我還滿厲害一點 就是我會想辦法 讓自己開心一點 然後可是再不得罪他 可是我一直有嘔吐他 他煮飯超好吃耶 他是可以辦桌席的 我們家過年的年菜 是他煮的耶 這麼厲害 他真的啊 真的 其實他剛才講的 都有一點那個 像洗衣服後來 那是比如說 剛剛結了沒有小孩嘛 那其實我是給他 有那個存在感 不然他在家什麼事都沒做 對不對 所以洗個衣服 或把一些衣服 拿到籃子裡面 這是給他 你是故意的 對 給他有點存在感 可是後來他不是說他不洗 其實後來就變那個 我兒子在洗 所以訓練到兒女 都變得很會在家洗 這個懶惰的媽媽訓練出來的 像比如說 煮東西煮飯 是我女兒煮 為什麼你們的兒女 那麼倒楣 因為有這種媽媽 可是為什麼 那你不會去煮一下嗎 煮 煮宵夜 煮宵夜會讓我會煮 就變我會煮或 女兒會煮他不會煮 對 對 就像煮個水餃 就像有一次 比如說他好像說他要吃 水餃還是要做吐司晚上 那我說我不要 我要吃 他說煮泡麵 我說我不要 那你幫我煮個三顆水餃 因為我沒那麼餓 他說三顆水餃 我就是許老生故意氣 對不對 因為一樣一鍋嘛 對不對 他就說 他要去煮東西了嘛 煮宵夜 他只會煮泡麵啊 對不對 那煮泡麵 我說那我不想吃泡麵太多 那我說那你幫我煮個 三四顆水餃就好了 他就在說你自己沒有手嗎 我沒空 我不要要煮泡麵 我用泡的啊 你是用泡的 熱水 對啊 那看不然還要再去煮 你看 而且那時候我跟他講 之前那時候我還有跟他說 我說如果要我煮宵夜 我只會兩個 一個就是煮水餃 一個是煮泡麵 然後那時候我跟他這樣講說 他都不點這兩樣 他都要點一些什麼 蔥油餅啊什麼幹嘛 就是要給你 很麻煩 對 很麻煩的 然後後來事後 他大概發現我就是不弄 所以他就跟我說 好吧 那你就去煮水餃 那我就跟他說 那我現在也升級了 不煮水餃跟泡麵 我現在只能做微波食品 你怎麼突然間升級了 什麼時候突然間 不可以要升級嗎 因為我覺得他就是來坑我的 你知道嗎 因為來氣我 因為我從來不吃微波食品 我很討厭吃那個 微波冷凍啊 對啊 因為第二不好吃 又不健康 對 我女兒比如說 你隨便煮個水餃 或靠個吐司都好 所以請問一下 你當時為什麼會愛上他 應該是他愛上我吧 不是 你知道他是 這麼懶散的人嗎 那是事後才知道 一開始他有裝作 自己是一個 當然啊 對 演得很兇 我沒有裝 沒有裝 我之前真的很認真 有一次不知道心血來 她說好 可能生日或什麼 她說要煮飯給我吃 我說什麼時候 我說 我說好 隨便 那結果那一桌煮出來是什麼 你知道嗎 什麼 白飯 白飯煮成像 不像稀飯也不像白飯 那是眼睛軟軟的 那很噁心 對 我們吃飯都要一顆一顆 一顆粒粒的 我跟你講 我那個鍋蓋打開 一定要發亮 對 然後拌的時候坑坑分明 我也是這樣 對 像那種我就不敢吃 我一定把它放旁邊 我也不敢吃那種 對 那炒一個青菜 那個青菜吃起來是甜的 我說你到底加了什麼 因為它白糖跟白鹽 它分不清楚 不會吧 沒有 之前 那都之前跟久以前 魚跟肉是什麼你知道嗎 就是罐頭的肉醬 跟那個什麼蕃茄青魚 它這樣叫一桌 一打開直接吃了 急死的 對 這樣叫一桌 因為它不會煎魚 那它也不知道 怎麼去煮那個肉 我說你這樣叫做 要煮飯給我吃 我有心啊 那請問那個炸到 它到底要跟你要什麼 它到底要跟你要什麼 它就是後來我知道 就是大概就是 它的生日快到了 講到這我就要生 然後你要 它要跟你買要禮物是不是 對 結果它吃的時候我就說 那這個東西這樣能吃 它說已經很好了 趕快吃啊 那你不知道那個什麼 再來說 它就故意講 因為它生日四月五號 就春節嘛 春假 它就故意講說 那春假連休 我們是不是要去哪裡玩 好像我生日也快到了 我就說那一桌 原來是鴻門宴 可是你也要有誠意一點 對不對 你煮個能吃的東西 對不對 那這樣子叫我們 怎麼花得下去 你知道每年春節 依照他家的習俗 是一定要在四月五號 當天掃墓的 因為那天是清明節 可是人會很多耶 對 可是他們家 就硬要那天掃墓 所以那天是我生日 他每年都是帶我去掃墓 你是清明節 我是清明節生的 清明寶寶 對 所以其實你說我收過禮物嗎 沒有 唯一的一次禮物 就是跟我說 今年沒有帶你去掃墓 就是送你最好的 我去年還錢 你有送他的禮物 那個是去年 去年還錢 我給你借完十九年了 我有送他禮物 就那個什麼 什麼 買那個位子 有買他的 你不要跟他講 是零九年假的 講到這我就生氣 因為那一年是 我婆婆剛好過世 對 我媽 他買那個禮物 不是 因為剛好前兩年 我媽剛好走了 他剛好走 你講的時候 就選一家人的位置 對 不是 因為我覺得那環境不錯 那 那後來是 那個售貨員 售貨員打給我說 我們要漲價了 你要不要順便看一下 之類的 我說 全家人的 對 全家人的 我說好 那怎麼樣 給我一個價錢幹嘛 後來我就買了兩個 我很願意 現在跟他在一起 我連走私 還跟你在一起 是真的不錯了 你們兩個都要一起嗎 對 一起啊 我女兒多羨慕你知道嗎 我女兒說 為什麼沒有我的 為什麼沒有他的 他說他也要跟 跟我們在一起 你看我已經對你比對他好 問題是他可能 死後不想跟你在一起 我也不想啊 可是我不好 那你幹嘛硬買啊 沒關係 那個名字 還沒有刻上去 可以轉賣給別人是不是 可以 沒有我女兒 我女兒說他要跟我在一起 我OK的 對 所以我有送禮物 那禮物比 勝利禮物送到一個 拜託 那個禮物比你一個 薄金包都還要貴好嗎